这节视频我们来分析通用定时器的圆码 在上节视频里我们说过 要去使用通用定时器 你需要去设置三个模块 第一,你要去设置使用员 这跟硬件密切相关 第二,你要去设置启动 system count 第三,你要去设置每个处理器里面的timer 对于前面这一二两个模块 非常的幸运 在Uput里面对它们都设置好了 我们只需要去做第三步就可以了 即使对于第三步 因为它毕竟是通用的定时器 在鸿蒙的内核里面 对于第三步也有完善的代码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去确定中段号就可以 所以对于这节视频 我们只需要去分析原码 不需要去修改原码 对于这个通用定时器 它的原码在哪里呢 在这个文件里 我知道是在这个点c了 那么这个点c 它怎么被引用呢 来搜索一下它所在的目录 我们来看看是在哪里来指定说 要使用这个点c的 我们可以来grip搜索一下 搜索这个目录的名字 看到这里 打开这个文件 你看里面有 如果你定义了demo chip 那么它就使用这个目录 arm generic 里面有通用定时器的原码 好 我们先来分析原码 首先来看看初始化 它怎么去初始化的呢 来看这里 它很简单 它读出频率 然后去注册中段 这个频率 它就是 system count的时钟源 假设这个时钟源是8兆 那么这个函数就可以得到8兆 这个数值保存在这个全局变量里 以后会使用它来设置定时器的间隔 下面是注册中段 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中段号是怎么确定的 这个中段号为什么是29 你可以来阅读157的界面手册 为什么是157呢 因为6UL上面对于这个中段讲的没有157清楚 你看对于29号中段 它是什么 它是物理定时器even 安全模式下物理定时器even 要么使用29 要么使用30 经过测试 发现是29才起作用 这两个中段的差别还没有去细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原码 这个初始化函数 它并没有去死能定时器 我们怎么去启动这个定时器呢 得调用这个函数 这函数干嘛呢 首先它去死能中段 然后去设置t-value t-value是什么 t-value在上一节视频里曾经讲过 t-value是一个downcount的递减计时器 它设置成什么值呢 它设置成这个 这个红 这个红等于什么 等于刚才读出的频率值 除以100 这频率假设是8兆 8兆除以100 这个过的计数时间就是10毫秒 1秒的1%就是10毫秒 它表示说 我想10毫秒之后产生中断 对了 去设置这个t-value 实质上就是去设置这个比较寄存器 让这个比较寄存器等于当前计数值加上这么一个红 设置好了之后 它就使用这个函数去死能time 10毫秒之后就会产生中断 之前注册的中断处理函数就会被调用 在里面它做什么事情呢 你看 它首先去停止 timer 注意了 它停止的是 这个timer 它并不是去停止这个system count 这个system count仍然在累加 然后使用这个函数来处理 这函数里面就会涉及到进程调度等等那些事情 处理完之后 这里去更新 c-value 注意了 是c-value 之前 之前是t-value 现在它使用c-value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假设一开始的时候 它去设置这个t-value t-value等于这个红 这个红我们用p来表示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很简单 它只有一条横轴 是system count 随着时间的累加 这个纸会变大 假设一开始的时候 这里是t0 在这个位置 我们去启动定时器 设置t-value等于p t-value等于p 它的实质是c-value 等于当前的system count t0加p c-value指向这里 这里是c-value 1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system count 从这里慢慢累加 当它到达这里的时候 会产生中断 产生第一次中断 然后就会调用到中断处理函数 这个 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 它会去执行ostick handle 假设ostick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执行完之后 已经到达了这里 这里是ostick handle 在这里面要开始设置下一次发生中断的时间了 那么这个c-value要设置成什么呢 你看从这里到这里是10毫秒 我们想去设置从这里到下一个10毫秒 假设在这里 希望在这里面产生中断 那么这个c-value 等于多少 它应该等于上一次中断的时间 就c-value1加上p 而不是等于这一点的时间 这点时间假设是tx 而不是等于tx加p 注意这一点 好 这就是这个函数 为什么这么设置的原因 你看下一个c-value 等于当前的c-value 加上这个周期 然后再次使能process里面的定时器 好 对于这些代码里面 最重要的三个函数 我们都分析完了 这节视频就讲到这里